小學一年級的時候 練台詢道 然後武術也是 就不喜歡 四年級的暑假才開始打棒球 你的故事是百八英記的 他回去跟你們說 他要求要去打棒球 讓他試試看 一開始是一雷手 然後就是 教練看我丟球的喜好心還不錯 然後我就會說 要不然你練練看頭什麼這樣 他在這盒子 打棒球來時 媽媽在打棒球 要打車、要練球 什麼都打棒球 那就是 感覺這條路很辛苦 他就希望他打棒球 沒有打棒球 然後他就非常會喜歡 我媽媽也是會支持他 媽媽在我 到球這條路上還蠻 對我蠻重要的 他一開始也沒有說支持我 打棒球這樣 然後到最後就是 慢慢 已經開始打了 就是慢慢的支持我 因為我從國小打到 高中把 因為都在台南 他幾乎 誰要有空都會去球場 看我練球比賽這樣 對啊就是 算是陪著我 到長大這樣 他還蠻久沒有回來球場 結果是一格鬆的那樣 一格鬆的那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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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苦了 辛苦了 放假回來割場 你也是這樣 等一下你們飲料 他要請客人 請客人 他沒有帶錢 我借給他 我到大學 還是都以投手為主 比較喜歡當投手 我覺得投手 比較簡單 因為 是我自己在控制球的 但是這樣打著就是 人家投過來 然後打這樣 就是覺得比較困難一點 第一次 他是在 有可能投中韓那一場 而且也是第一次 在台灣打 然後又有這麼多觀眾 其實蠻興奮的 因為都在自己的球場 就是沒什麼 沒什麼好怕的 對啊